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巨人 那是侍奉上的巨人 为什么会捡到 可能最出名的 参孙 我们一起读 大利亚使参孙 枕着他的失睡觉 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法流 于是大利亚克制他 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 大利亚说 参孙啊 菲利士人哪里来了 参孙从谁中醒来 心中说 我要将以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巨人 四十年前 由于我去过中国 看见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 中国 就是地下的家庭教会 出来之后 西方的教会就很关心 到处请我去港道 一言差不多 绝大部分都是在西方说到的 好了 在那段时期 风华静谋 意气风法 但是不知不觉 就深高气傲了 幸好我有个属灵父亲 他就把我从这个国际舞台拉了下来 送了我去神学院 一间很好的 殿堂级的神学院 傅乐 在那里 我看到那个宣教学院 真是恶苦藏龙 每一个教授都是从宣教前线回来的 神经八战 并且个个都是著书立万的 他们所写的就成为了其他学院的教科书 在这帮群英会当中 我才学会了什么叫天外有天 什么叫人外有人 有一天 有个比较年轻的教授 他叫Bobby Clinton 由于他年轻 我们个个都叫他Bobby 他就请我进去办公室 和我喝咖啡 很多称赞的 他就说 我恭喜你 三十多岁已经是converged 即是会合了 将你的背景 将你的文化 将你的知识 将你的恩赐 将你的事工 将你的长项完全融合了 你已经成为一个被建立的领袖了 没有批评的 只是说一句话 我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有拿丹 我的名字叫王一平 英文David Wong 大卫王 他就说 希望你生命当中有拿丹 拿丹就是去警告大卫的 你犯了尼天大罪 大卫 不同扫罗 扫罗就叫撒母耳 你站在我旁边 继续在仁慈 要抬举我 大卫就博在地上 禁食 认罪 祷告 Bobby 说这番说话 叫我心惊胆跳的 因为他有这个 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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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一号 一百个百分之七十臨当的 不一定是晚节不保 很多都是事业高峰的时候 就是兵败如山倒的 即是一百个巨人 七十个会是颈倒的 你说吧 让他这样一直说 我回来香港 就告诉我师父听 Bobby Clinton 是跟我这样说话的 我师父说 可能你两年 拿到一个很高的学位 不过 可能一生人 你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Bobby跟你说的了 好了 不议了没多久 我的老友 也是我教授 给了伟纳 他是 kick off 的 他是踢出了这个灵恩运动第三波的 他就写了两本书 很流行的 第一 他就说当我们踏入了千禧然代的时候 全球的教会会经历一个大地震 即是传统的领导方法 不再能够吸引人的了 神会在千禧然代兴起 叫做新的使徒革命性的领袖 用了十间全球增长得最快 或者是全球最成功的教会做例子 就说这些牧师都是当代的使徒 好了 输出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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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林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我们教神学的 第一就会告诉你 这个是神学上早就警告了我们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 人怎么能够入到一个巨人 壮士嘛 你想入到壮士的家里 想抢夺他的家具 除非才捆绑那个壮士 即是跟中国人所说的 琴贼先琴我嘛 射人就先射马嘛 比特 比特自己都毅毅扶过的嘛 所以他就说了 哎呀 我们要紧守 我们要警醒 因为我们的仇地魔鬼 儿童刨敲的狮子 他遍地游行 专门来target 专门来找目标 来吞吃的 吞吃 领袖 这本杂志 在灵恩界当中 很出名的 差不多所有灵恩的人 都看这本杂志 他坦白了 他说 原来 就是灵恩 里面那么多人跌倒 领袖跌倒 为什么呢 他就提出了 七个理由 巨人警督的 七个理由 No.1 圣经 他们将圣经 变为了工具 熟的 那些人都很熟 圣经 他们就懂得用圣经 来教训别人 用圣经 来教导别人 用圣经 来达成自己所想的目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就没有用圣经 作为自己 生命上的 那些权威 再写另外一篇 一篇广 第二个理由 有成功 被捧上高台 就不再将荣耀 归回给我们的 庄家的主人 你听这个牧师所说的 去非洲 去亚洲 有几多人参加去职会 去亚洲 有几多人 几多人涌来球场 去南美洲 每个人都来听我祈祷 并且 做完所有的事情 是彰显自己有能力 好了 我有个童工 有一次他来亚洲 我童工做他的翻译 职会差不多结束了 他的助手 就请我的童工 进他的酒店房 总统套房 就说 申牧师想送一套西装给你 他就会将他的西装送给你 以后你就有他的尊荣 有他的大能 好歹我童工 真是 虽然年轻 但是不吃这一套 他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外婆 就是到了那个地步 他真的当了自己 这件外婆 就成了以利亚的外婆一样 不会再将荣耀 归给他的主人 第三 被偶像化 这里 就是选我们的总统的时候 多谢你 主耶稣赐给我们 有特朗普 就是特朗普就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 在美国 在美国这种这么民主 这么先进 这么科学化的社会 都有这样的 来追捧 来偶像化 以至到那个人 骄傲 奢侈 放逆 没有了 界限 下一个 为什么巨人会跌倒 在他生命当中 只看到的 就是成功 只看到的 就是掌声 和欢呼 分略了在神面前的敬畏 当你少了对神的敬畏 你下一步自然的 肯定是自然的 你少了敬畏 你就没有了圣结 你没有了圣结 你就陷入了犯罪 一定的 少了敬畏 少了圣结 少了圣结 活出罪恶